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小离开世界 今天给大家讲一部丧尸为题材的恐怖电影《僵尸世界大战》 在波士顿的一刻毫无征兆的清晨 前联合国调查员莱安及其家人驾车外出 随之发生了连环的爆炸 惊慌失措的人群可突然出现在城市里啃咬他人的丧尸 把这原本快乐宁静的城市全然改变了 这里很快被恐慌和死亡所替代 莱安拼尽全力,注意带着家人幸运逃脱 最终来到了海上的安全航母上 得知的消息是包括总统在内的数名首脑已经相近死亡 丧尸的病毒已经蔓延了整个城市的消息 为了阻止事态的继续蔓延 莱安决定放手一搏 接受命令和病毒专家及军队一起前往病毒的源头之地 去寻找解读病毒危机的方法 可是随之而来的却是依然是束手无措 身边的队友一个又一个的被丧尸传染 只能继续逃亡到耶路撒冷伊斯列 这里的防御城墙最终也被丧尸所攻破 无数的人群转变为丧尸 莱安和女兵逃离的过程中飞机坠毁 二人被一所病毒研究基地打救 在这里莱安最终找到了方法 利用可医治病菌能够避开丧尸的追杀 这种世界各处于其方法摧毁了所有的丧尸 阻止了病毒的传播 本片于2017年6月21日在美国上映 得到投资是1.25亿美元 这个数字在僵尸电影中算是一个绝对的高数字了 创立了僵尸片的新标杆 大场面 航拍 僵尸人海攻击战术 很多场面惊心动魄 很有FPS设计游戏的感觉 耶路撒冷的尸山总共段落堪称经典 不少僵尸迷都对这部电影中的恐怖杀戮桥段 也顺势满意 感谢收看本期的视频 喜欢请关注转发哟 我们下期再聊